自然是看到的 所以你也听到了我们的话 他要是不听到司徒白 的确是在跟他说着正事 草旧已经过去把他拎走了 阴险啊 阴险 可惜司徒公子说的事情 也已经是五年前了 五年过去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轻衣哪里去了 后面跟着 原来转为暗卫了呀 我也让盯着司徒白干什么呀 这个坡很陡 王老伯要是爬上去了 不小心滚下来 确实挺危险 我们找找那块大石头 找到了 那苦精疼应该就在上面 我们快点上去看看 了解一下这块石头的形状 有助于我更加精确的诊断 哎呀 招宁啊 你是一个好大夫啊 尽量做一个好大夫吧 师父 直坡挺陡的 要不然您就别上去了 我上去看看 我去我去 你不是还不知道苦精疼 什么样子吗 王老伯能上去 我也能上去呀 有我在 上去吧 有郡王那就更好了 师父您累不 话还没有说完 他看到萧兰渊扶着祭老 足坚清点 风从耳畔刮过 萧兰渊已经带着祭老 从他身边跃了过去 啊 这人作弊啊 你倒是快点啊 别磨蹭 赵宁 你快来看看 这里可不只有苦精疼啊 还有苦炬 还有川皇 还有野骑 师父 这种花 你说叫什么 川皇啊 能够知腹泻的 原来这里叫川皇啊 萧兰渊就在旁边看着 突然耳朵微动 身形朝着旁边掠了过去 一掌风将一个人拍了出来 郡王 你怎么阴魂不散啊 是你阴魂不散吧 傅章宁偷了我的血腥残 他说没有 他就是个狡猾的骗子 但我这次不是跟着他来的 我是冲司徒白来的 你既然不要我 那我的目标就改成了司徒白 我答应你 不会再对傅章宁下手 我睡了司徒白之后 就马上离开京城走行了吧 你的目标是司徒白 是 嗯 你走吧 要是你再出现在招宁身边 本王会把你的头拧下来 这是让我去缠着司徒白就好了 师父 咱们现在找到的这些苦经糖 要分给通父药馆吗 他都没有找到 而且现在也没有一起来挖 分他干什么 郡王 你说是吧 季老说得对